我是喊娘先生 你的排位就是 我們要來講的是 關於B牌這檔事 因為我發現也有很多觀眾 其實是卡在B牌的 那因為每個人擅長的事情 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不需要去比試那些 排位比較低的朋友們 他們說不定在現實生活中 是個歌手 或是有名的人 你們這些人 就只會打傳說 要幹嘛 就跟我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拯救的就是 那些卡在B牌的朋友們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那我們首先講到的是 英雄選擇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說 這也一隻水套啊 或是 這也很爛啊都卡住 怎麼辦呢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認為自己不是那個 最差的那一個的話 那我相信一定很需要 好的工具 這些角色選出來帶風向 是非常重要的喔 凱撒路的部分啊 我推薦你們玩 艾里亞 那這幾隻角色呢 我會推薦他們的原因是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很難死 那加上操作不到非常之困難 基本上很好打上80分的水準 那艾里可能會是這裡面 比較困難的地方 艾里又是屬於太強勢的角色 至於我不推薦那些 葉娜佛洛倫什麼的 是因為這些角色操作基礎 實在是太高了 如果對你對自己的操作 真的很有自信 也是可以嘗試啊 但打這種B牌啊 你選這些操作基礎高的角色 效益不大 我們是以一個卡在B牌的邏輯 我覺得是簡單粗暴的角色 是最快最好上分的 那接下來是打野英雄 那刀鋒寶貝跟瑟斐斯 還有呂布甲蟲 企羅摩恩 打野英雄 為什麼特別多角色可以選擇 因為這些角色都是 極好帶風向 然後又是很輕鬆 可以把對面秒殺的角色 就是說刀鋒寶貝啊 真的很輕鬆秒殺人 這幾隻英雄操作起來 說真的有沒有到特別困難 你會發現我沒有講那些什麼 潘因辛葵疏離這種 因為他們的操作難度 跟腦袋啊 想法觀念吃的特別特別的重 這邊要注意的是 在B牌玩打野 一定要注意 把席野跟腫乳兵線 放在第一順位 然後把自己的經濟 農到跟對方最高差距 兩千或三千的時候 基本上啦 我覺得是蠻穩的 不太容易輸 那如果有突發狀況 就是可能有人入了野啊 或是怎麼樣的 你一樣要把這幾個東西貫徹到底 我相信打久了一定可以上去 一定至少可以到A牌啊 或是甚至星耀一定可以上得去的 我相信絕對可以 真的不難 打野呢 我覺得啦 他是所有位置裡面最好上分的人 因為打野就是這個遊戲的主角 那千萬不要跟我說什麼 玩猴子那些什麼的 猴子這角色就不是拿來爬分的 就是拿來開心的 你講求快樂的話 是可以玩那些 你喜歡的角色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覺得自己卡住 然後又覺得自己 怎麼上不去 那就請你們 不要再堅持玩那些 很糟糕的英雄 什麼趙雲之類的 喔或摩托斯 喔當然拜託 你要上分 這角色真的實屬不容易 除非你觀念屌虐 不然真的很難上去 那再來我們要講的是中路 那中路的英雄呢 其實蠻多的 但我就講 比較暴力一點的 因為B牌也沒有BP嘛 所以一定可以選到英雄 那我這邊講的是 迪拉克 洛里昂 維拉 颯枷 他們共同點是什麼 清兵都壞到不行 加上又非常好支援 中路主要要注意的是 你不要清完兵線 然後逛街 或是待在中路不動 這是B牌常見的事情嘛 常發生的事情 這邊你可以選擇做幾件事情 例如說看說上面啊 可能一個物件要打起來 你可能可以先去那邊幫忙 就是你一定要先清完兵再去幫忙 然後或是說你清完兵不知道要幹嘛 你真的不知道要幹嘛 或是你不敢去跑線 你就去吸打野的錢 吸打野的經驗 跟著打野走 或是跟著B牌跟著打野走 就靠人多的地方為主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錢也是很重要的 中路就是最被榨乾的路線嘛 所以你要什麼去賺錢 其實很重要 就是去跟著打野吸錢啊 或是去魔龍路蹭兵 這些東西都是你要自己去做到的 你自己不努力賺錢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還是只能窮下去啊 然後打架中路一定要到 這些人就是一定是硬幹到底嘛 除非你真的沒招不行了 那就算了那就跑 那射手英雄的話 兩隻角色 就兩隻 卡芬妮跟摩恩 那其他像是井啊 或是駭啊之類的那些英雄 我們先不考慮 因為他們有比較不一樣的變化 跟有一定的操作難度 卡芬妮呢 我認為是比較偏簡單一點的英雄 就是在B牌來講 就是你只要會按跟移動 就蠻好打上去的那種英雄 那摩恩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你的疊層 如果你疊層疊得不高 你會發現你現在就不見了 如果你是手比較殘一點啊 又是B牌的人 這兩個角色我覺得是 絕對是非常好的選擇 但是射手呢 吃的就是觀念 輸出位置不好 就到好的位置再輸出 寧可少一點 也不要冒險去死 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就是為了想要輸出更多啊 你想要棒棒棒 把人家的頭打爆 碰碰碰碰 這個碰碰把自己也碰了 其實意義不大 這些我講的東西啊 是我覺得B牌英雄的初步選擇 那至於 有一些很厲害英雄 但我沒有提到 那是因為我們這一篇是講 B牌卡罪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是更高牌位的朋友啊 真的不用太在意我少錯了哪些角色 牛叔叔厲害 你們不是不知道 我的能力在哪裡 高度在哪裡 你們肯定知道 這季戰過SS 電風賽千十名過 這些東西呢 其實就是 證明給你們看說 我還是有那個能力在呢 然後就是 牛叔叔 秀秀不太行 不太能一直瘋狂打 如果你們喜歡這種系列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 那如果回想不錯 我們下一篇講實戰的部分 到時候我會請10個B牌 我們來對打 然後對打一場 我會以上地視角來解析 你這些B牌仔的問題啊 或是 我們會再找10個A牌 或是星耀 我們去分析說 問題到底出在哪邊 那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是會 會是一個最棒的解析方式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排位救星 嗨牛先生 我們下部影片見 boss 抱怨 要分析 否 不 我們下部影片見 by bwd6